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看到民众党的第一战将陈陈陈 他又发言了 而这个发言又让整个社会炸锅了 他说什么 他说他对于柯卫泽讲 在疫情期间你多么想要守护这个地方 如今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对你只有污蔑 甚至他还告诉大家说 如果大家还记得柯卫在疫情期间做了什么 可以帮我们贴在留言吗 就没想到 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样子请大家贴在留言整个炸锅了 因为大家现在才知道说 台北市在唯一不安 台北市正希望 我们的市长好好地保护我们的时候 你知道柯卫泽干嘛吗 他正在跟着财团刀叉吃人肉 现在所有的五大必然 都是在台北最严重疫情的时候 他开始跟这些财团在反叛 当台北市整个万华大爆发的时候 他在干嘛 他在努力地去要把整个清华广场 让他合法化 他忙着要把840%的容积率 直接送给省计金 结果搞了半天 你本来希望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 你要守护台北城 可是你当时心心念念的 只有计划城 而我们台北 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市长 我们来代表台北来去建设 你们也给我建设 我们希望说台北变成全世界 最重要的展演中心 我们需要有一个大巨蛋 就你在拖延我们的大巨蛋 我们在疫情期间文艺不安 我们希望你能够来保护我们 结果你背弃了台北市 而我们看到按照美利岛电子报民调 更明显表示说 从总统大选以来一直到现在 他几乎已经被台北市民唾弃了 他完全被台北市人丢到垃圾桶里面 大家觉得你完全地背叛台北市 现在台北市人 如果你要说柯文哲到底有什么贡献 大部分所有的感想就是 真的从台北建成以来 整个台北市长最烂的 做得最差的就是柯文哲 刚才讲 今天曾是还有脸讲说 这个柯文哲就是柯P 你在疫情期间 你多么努力地想要守护这里 结果这个世界现在对你只有污蔑 那另外就讲说 如果你还记得 柯文哲在疫情期间做了什么 留在里面 就不要留言 全部都是骂声 因为现在大家如果回忆到那段时间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到底帮台北守护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 特别是这两天的大巨蛋 你就看到整个兄弟像 三代兄弟像聚集在一起 你看到了嘉日飞刀手 你看到了李居民 你看到那些老将 你看到了这个整个棒球的一个传承 非常感动 可是就像这个他们讲的 如果今天没有大巨蛋 我没有办法聚集这么多人 我不可以累积这么多的感动 而可恶在哪里 我们台北早就该有一个大巨蛋了 都被谁拖了 都被柯文哲拖延了 保险 陈志涵不愧是月领20万的高薪竹 他出手 果然会让柯B再度重担 为什么讲 你看他这几天po什么 疫情期间你多想守护这里 如今这个世界对你只剩下污蔑 保险他不讲还好 一讲之后 大家完全把他骂爆了 炸锅了 凡做过必留下痕迹 这件事情是对的 为什么 保险他这几天的时候 大家应该看了周思琪的隐退赛 他两天各有四万人涌入 一共有八万人 一场就有四万人了 我见到大家为什么喜欢周思琪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曾经面临过台湾职棒 最血淋淋的时间点 当时打假球 有人用枪指着他 他说我左手是枪 右手是钱 叫你要打假球 他面临到那种魔界的呼唤的时候 他守住了 因为他守住了 所以他今天大家都觉得说 他是 果然是大家的榜样 结果你看 有一个人没有守住 在2020年那段时间里面 你面临到一边是财团 一边是人民的时候 你选择了财团那边 你戴上了魔界 所以没有错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大家为什么会思念周思琪 为什么会对阿伯唾气 因为你真的让大家太过失望了 不是 而且我看到昨天三代香 那个画面 连我都非常的感动 看到我们小时候的英雄 李俊平是从我小学开始 看他打球打到现在 你看到了李俊平 你看到陈毅信 你看到了恰恰 每一个都走上的舞台 都让大家互相有抱 刚才讲的 我们家的小朋友也在那个现场 他抓感动的都一直在流眼泪 可是你要想想 如果今天没有大巨蛋 昨天下大雨 昨天下大雨 大雨磅礴的状况下 当然里面也下一点小雨 可是没有大巨蛋 我就没有这样的感动 没有这样的感动 我今天的情绪 或者我们的整个主要的共鸣 对 共鸣面不得累积 对 没错 这个可能是被耽误了 八年之久的这个大巨蛋 为什么这样讲 保险你知道 这两天的时间 9月21号跟9月20号 都是下大雨 但是大家为什么能够齐居一躺 因为台北市终于有这个大巨蛋 我们终于可以跟高雄市说 未来很多演唱会可以在台湾台北办 这几天高雄不是也办一个 私运的主张馆 大家下的大雨 所以可见大巨蛋是多么重要 但在大巨蛋的过程里面 你看 柯文哲戳搓脱了八年之后的时间点 一事无成 让这个大巨蛋原本便也更早完成了 到这个时候才做 好 所有人来说 而且我火大在哪里呢 如果今天柯文哲 因为你的关系 整个大巨蛋改变了很多 对 因为你的关系 真的把以前的缺点 做了很大的修正 那你今天你还有话讲 没有啊 今天如果认真来看 从你接手 到你现在到底离开 大巨蛋有什么大改变吗 是 没有啊 大巨蛋还是大巨蛋 是 结果呢 你什么都没做 给我拖了八年 拖了八年以后 这个大巨蛋现在还是可以用啊 对 那你拖什么呢 对 好 宝贤那拖什么这句话来说的话 让大家很生气 为什么好 你对大巨蛋的时候 你就一拖再拖一拖再拖 可是呢 宝贤那 我们讲到了金华城 万大果菜市场 台志光 南港转运站 北市科 哪一个不是快快的过 你说该服务财团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慢 金华城两年的时间点 就拿到都庚 另外一个 北市科一年时间点 就让你搞定 你对这些财团的时候 就这么的好 但是呢 真正服务国立民的 或是说大巨蛋这个案子 说因为你当上任的时候 你把它打成B案 所以你也不好 不能够打这么多 但是大巨蛋对全台湾民众 是有艺术的 但是你还是没有做到 那你根本不用讲 大家亲爱的才知道 赫然发现 你在2022年那段时间 2020年那段时间 台湾是破口了 防疫破口了 台北市是破口的时候 你根本在服务财团 所以我才说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为什么他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票这么低 保险 这个赖清德 还有侯尔宇都拿了38% 他只有拿23% 他其实台北市的得票率 几乎是全台湾 倒数低了 所以可见 台北市民早就对他 非常非常不满意的 最近回到柯文财团 你看到美玉岛电子报名调 现在针对柯文财 做的所有的数字 你就可以理解 台北人现在非常业务 柯文财 台北人根本觉得 你根本就是一个垃圾的市场 你根本就耽误了台北的八年 第一个就是 这种的情绪 放到了台湾民众党 在台北来讲 台北人对民众党的反感度最高 好感度最低 甚至你再去问 柯文财在台北市任内 有没有涉及财务 刚才讲 认为没有的 台北市最低只有21.9 这么认为说 他应该被起诉的 应该被收押的 台北市的比例最高 就是台北市人的主观期望 45.5% 希望他被收押 王姐那是什么 那是一股气 对他的气 没办法发挥的时候 就会在这个民调上面 显现出来 这是七月多做的民调 你看这是什么 如果他在任内被 在起诉或是收押 在类似的总统被起诉或收押的时候 台北市是最高了 45% 其他都没有过四成 然后认为他没罪只有两成 所以显现 大家在台北市 你干了什么东西 大家完全都非常清楚 他的这个民调反感度都是 在台北市都是数一数二 不信任度都是最高的 所以你看你看 他的信任度这样子 你看他在台北市的不信任 你看69% 另外在台北市 大家不喜欢 你看还有一个调查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的选出来说 这么多人比较 那你认为哪一个最好 你看台北市里面来说 柯文哲的民调就是最低的 他跟韩国瑜 蒋万安 陈其迈 萧美琴 卢秀燕 赖兴德比 他都是最差的 所以台北市 他在其他地方还有 在台北市刚刚讲到 你认为 这个赖兴德不错的 有37 对 卢秀燕不错的 有47 刚刚讲到的陈其迈 陈其迈有22 刚刚讲到 结果你到了柯文哲 对 只剩下15% 所以你看台北市民 真的是对他最讨厌 最讨厌的一个状况 连带民众党都被他拖累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让这个柯文哲 到底做什么样 台北市的民调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状况 而且是 刚刚讲 你也看不到 你说你昨天看到那个画面 今天如果没有巨弹 这个感动就没有办法续继 没有昨天的大巨弹 这个感动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我自己都觉得 这样这些人 都是我们小时候看到 从这个青棒 青少棒 青棒一路打下来 然后打下了中华直报 就看到 这种 李居民我多久没看到他了 没错 你知道说昨天这一幕 让我们知道什么 展演场 或是表演场 巨弹都多么重要 昨天的时候 一代相 包括说像这个李居民 还有二代相的陈毅信 包括说像陈瑞昌 很多人都去了 还有恰恰 还有这个很关键 全部都去了 你看他们站在一起 这样一个状况 这个周知己说什么 今年是我到兄弟真是球队 第16个球季 而且这么多人来我的现场 为我加油 我以前终于没有想 没办法想象 为什么 因为台湾以前没有这样的场地 你看两天四万四万人 一共有八万人涌进 那你看 在这个当场 还可以做非常多的灯光效果 大家完全齐聚在一场的 这种感觉 我就跟你说 事实上没有大巨弹是办不到的 那我们知道 事实上从1991年 就开始要做这个大巨弹 一直到现在 中间经历过非常多波折 那我刚才讲 事实上拖累大巨弹时间最久的人是谁 柯文哲 恰恰就是柯文哲 所以跟你讲 你看任内来说的话 要建设没建设 没有捷运 然后大巨弹也被你耽误了这个八年时间之久 然后要招伤也没招伤 那你留下什么 留下只是你更多的五大弊案 所以我才说 反手过必留下痕迹 为什么你的民调在台北市这么低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昨天如果没有 故作让那个演说的话 昨天是圆满的 是完美的 故作让对不起 你花江太多了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就讲吧 事实上在以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讲的话 你看 我们在这几年的时间点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台中市 还有台南 高雄等等 六都 这几年在拼什么 这几年恰恰好就在拼招商 你看 大家拼了多厉害 你看 我们不要说什么 保险跟你讲 桃园市好了 郑文哲之前也被收押 人家至少在拼 这个政界他怎么拼 我们记得他还弄一个单一窗口 他每天接的电话是国外的厂商的电话 虽然说他可能也有在做一些可能违法事情 但是至少他还做了这些事情啊 不是 我觉得最可笑的是 到了柯文哲的时代里面 我的招商成绩居然输了人家 后来因为北市的贺同关系 他的招商成绩出来 是 我从民国78年就跑台北市政 对 我从这个所谓的吴伯雄当台北市政 我就开始跑台北市政 台北市什么时候就跟人家比较过 台北市随便摸一摸我的招商比例都是全世界最强的 结果到了柯文哲 你现在招不到伤 对 为什么招不到伤 因为你一开始就定了调太高嘛 然后后来财团根本不敢跟你接触 所以他最后怎么样 因为没有财团给他接触 而且他这个人呢 有时候可能说话不说话等等 很多财团不给他打交道 所以最后呢 抱歉人家 我们看过去 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心酸 为什么 你看来台北新北市人家招商是什么 Google 亚马逊 什么国际大厂 台中市是美光 台南什么AMD 或者说像包括说爱斯摩尔 高雄也是这样 IB什么 结果我们招商是什么 星光 我们星光 危机 对 这两个财团 我看了就 台北市是首三自屈 你为什么招商是这种 我们不好意思说是阿斯拉布鲁 但是的确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物以类聚 所以我才跟你说 这个招商成绩怎么样一回事 但你招过来的成绩是怎么样的状况 好 你任内留下 我招商很顺利的这个状况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有成功了吗 没有成功 所以搞到老半天我再说 八年的任内 真的是完全戳头了台北市民 好 小白 这两天大家很多人看到 大家觉得都非常的感动 我再强调一遍 就是昨天那个三代下 还有昨天周志祺的那个告别 大家觉得 我们总算熬过职棒 那个最烂的日子了 我们总算是开始 大家开始可以聚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跟他们讲 我们的光荣感 我们的共鸣 我们整个大家属于在一起的情绪 刚才讲的 你从李居民开始 到了假日非道歉的诚意性 然后一个一棒接着一棒 连恰恰都帅 所以有人讲 如果你大巨蛋早点弄完 那恰恰的告别 是一定会更风光 大家一定会更感动 你在搞什么 这八年 八年刚刚讲的 如果大巨蛋真的在 这个柯文哲手上 真是烂到不行 那真的是因为你柯文哲改善了 现在才可以用 大家没话讲 照你所说的 你也当台北市议员 那么久了 今天这个大巨蛋 从柯文哲拿到 跟柯文哲拿 这个离开 根本没有什么改变 完全没有建设 而且晚了八年 昨天的感动 晚了八年 我讲个门道跟你听 他宋记来的时候 要求林周明 用火星都打不了的标准 就不让你疏散 主要疏散 不让你过 然后呢 没有拿钱的 你就刁难 有拿钱你就通关 这样做市场可以吗 对 你看哦 昨天周思琪的 很感动吧 对 陈毅希叫什么 下日非道歉 帅 让他右头 然后快速直球 就进到捕手街道 对 连杨林都爱上他 你回想一下以前 对 真的帅嘛 他跟黄平洋的对决 魏权跟兄弟 一个红衣服 一个黄衣服 兄弟像跟魏权龙的对决 李居民像个大侠 龙相对决 对 以前李居民为什么这么红 李居民 你看他接球 那判断力 天生有那种球感 看起来就是舒服 对 大侠好像见血风吼 你知道李居民出来 就是老大 我每次看到李居民 我都觉得他是老大 郭南接了高费球 他就很从容很优雅 碰就接上 舒服 你知道那种 放球的韵力感 是说不出来 我也是打篮球 我也知道那种韵力感 然后恰恰 恰恰头号粉丝是谁 周美清 周美清看到恰恰出来的时候 那个笑得比 见他老公还太烂好不好 他看他老公不会笑的 对 是这样子 他只要恰恰有比赛 他都尽量都会去 他是他的头号粉丝 这样的感动场面 这样凝聚台北市人心的场面 为什么等了 晚了八年 好 那这个之后 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个什么 战狼小姐贴出疫情 阿伯好可怜 你们这些都是坏东西 名嘴都是烂人 然后抹黑他 泼脏水 我跟你讲 我讲 像减苏培 我们议员多可怜 自立救济 当初什么都没有 疫情发生 你说防疫的时候 多惨 我去凑了两百万 要谢谢NICE地团 买了一百万的 他们净酒精 一百万的酒精给我 那还要装成瓶子 我们外号有八万户 你也租外华 我不晓得你们拿到我的酒精 一瓶 就是弄了八万瓶 花了两百万 因为我们服务处被打爆 没有酒精 啪 要插手啊 小孩上去 一大堆把他疯了 我就花两百万 我们只是小小贡献 尽本分 你呢 你市长怎么干的 你什么都没做 我们跟你讲 他真的什么都没做 没有做了 我跟你讲 他们快筛战 中华教育做不做 后来勉强还弄剥皮疗 搞一个快筛战 然后怎么样 最可怕是诺福特的病毒带进来 那诺福特机师啊 什么空少 跑去哪里玩 跑去我们越南店玩 我们那个阿公店嘛 我们万华的青山里 然后理长跟他讲 理长打给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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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我們有幾百家阿公店 警察找到幾家負責人 23家 其他都放牛吃草 萬華一個月死了87個人 萬華刷卡不能進任何地方 不能進醫院 萬華是次等公民 很慘 我們就恨他 我們萬華人很恨柯文哲 我也恨他 不分難力也恨他 你什麼都沒做 很慘嘛 你不能叫Uber 沒有人要送東西來 是 這樣 都不做 然後全台灣傳染 因為我那些小姐 你又怎麼樣呢 就到南投做生意 到基隆做生意 到南投等等 全台灣就這樣擴散出來 台北市沒有守好 你知道 台北市那時候守好的話 不至於全台灣死那麼多人 跟你講那個地方一定是個熱區嘛 他講你什麼話 熱區突圍 冷區殲滅 沈金兵講那個 他只會講通話 你講的屁話有什麼用 熱區突圍 冷區殲滅 你以為你是誰啊 耍什麼嘴皮子 你之前在我們整個疫情爆發的時候 你曾經講過說 正常講的 你說 柯文哲當了幾屆的市長 兩屆了 他還不知道有這個東西嗎 為什麼沒有人處理 你當時要講 你放任在這裡面 根本就這樣 紅燈區已經變成了一個世界級的笑話 而且彭博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你當時就已經點名說 現在這個暗空的很嚴重 這個紅燈區很嚴重 這一定要小心注意 結果柯文哲有小心注意嗎 當時剛剛講的 徐立信已經提醒他了 當地的黎藏已經提醒他了 很多人已經提醒他 他恍若未聞 他每天幹嘛 去這個所謂的這個 跟威京小城唱歌吃飯 當然都每天幫人家算說 我要給你多少的容積率 你可以才給你賺大錢 我覺得他當時的情況 也是手忙腳亂 但我們現在反過來看起來 搞清楚怎麼回事了 他有一個重心 他就剛剛其實小平講得很對 他把東西交給黃珊珊了 交給黃珊珊才是真正的 惡夢的開始 所以他對整個萬華地區的話 當然是失守 對 因為他本來就不太了解萬華的生態 對 因為萬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特殊的一個歷史的傳承生態 萬華有阿公店也有他歷史的傳承 所以萬華的警察分局的分局長 也好 萬華的里長 那整個有個特殊的一個環境 跟特殊的一個背景的傳承 萬華無話好不好 他哪來懂萬華 就是我現在講的概念是 當時我們再回頭 現在看萬華的災區的行程的時候 那個時候不是有簡單的一個說 這個現在已經萬華現在中標了 要把它被熱區怎麼管理 可是當時負責任的副市長 如果今天還是恍然大悟 是黃珊珊 黃珊珊什麼都不知道 後來我們現在想起來 黃珊珊確實有經常出沒在 這些會議室上 但是那整個來講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那時候的醫療的緊急 醫療的管理 你醫療資源 能不能夠投入再萬華 如果那時候投入 然後逐期的追蹤 整個掌握好的話 其實我跟你講 散戰者無戰功無永明 就是散戰者 你要在事情上面發生 之前你就把事情給搞定 你要去準備 我們才講到 徐立信在一年前 他就已經提醒說 這個地方有非常嚴重 這個地方你要小心注意 剛剛講 我們再強調一遍 2020年的4月10號 台北市議員 有很多人已經提醒你的 你有沒有做 沒有 你當時在忙什麼 你當時告訴你的 都發局長黃錦鋒 你11天之內 你要什麼 把我這個精華城給我搞定 然後呢 你現在馬上一個專簽 馬上就直接送到渡國會 然後呢 這段時間裡面 你有認真去處理說 要有疏散啊 不要這樣子 人與人之間的太緊密啦 或者做任何動作 沒有 而且之前 已經有八大行業 已經有特種行業感染了 當時中央也說 這個東西要小心喔 要隔離喔 他有處理嗎 他也沒處理 他的問題就在 他都沒錯 對 他為什麼通通沒有處理的原因 在哪裡嗎 因為他有處理 他交給黃珊珊處理了嘛 而大家對柯文哲有個錯誤的認知 認為說他是個醫生 醫生跟公衛是兩件事情嘛 可是還有一個東西 糟糕的東西 我們現在反過來看 他個性的傲慢嘛 他知識的極端的傲慢 因為很簡單嘛 你靠聯益的資源 不足以來解決 當時的一個困境嘛 對 必須要動到中央的醫療系統 整個投入才有辦法 可是他的傲慢來講的話 他跟中央在幹什麼 在吵架嘛 他們在吵架嘛 他沒有要解決問題啊 他負責吵架 然後黃珊珊負責在裡面 不知道要幹什麼 亂搞 一起亂搞 他們對整個事情是狀況外的 然後又不願意跟中央去求救 對 這個荒誕無稽的程度 讓你大家北於所思 原來搞了半天我們才知道 搞了幾年 原來他跟這個事情沒關係啊 沒關係 他跟疫情無關嘛 他在那邊罵人吵架 他負責推卸責任嘛 結果當然搞了後來 後來的禍害到 我們看到萬華有一部分 出現好像在南部嘛 對 南部的一些什麼 特別計程車司機 出現一些萬華的一些 代員跑到那邊去了 那當然已經是 已經整個都擴散開了 但最荒謬的事情 我們現在對照 現在這個時刻的對照表來看的話 再回到陳志涵講的 大家要感念 對 柯文哲的德政嘛 現在我們發現他在幹什麼嘛 他在逃出音樂園唱歌嘛 這才是問題的真相嘛 他的面具在這個時候撕開 其實我們講 整個COVID-19的時候 我們都非常關注 其實COVID-19裡面我覺得誰最厲害 我覺得神奇派最厲害 他這個所謂的絕境境外 他在第一時間裡面 羅義軍告訴他的時候 他馬上就跟境外講 然後我們把他封住掉 還有一個誰我覺得很厲害 王畢生很厲害 他就像海星一樣 戰畢生 攻畢城 碰到最大的危機的時候 都是他幹掉的 他們兩個之後就沒有了 結果你看到 陳志涵大家 本來你以為說 陳志涵要快三沒快三 要疫苗沒疫苗 這個什麼 什麼都沒有 結果搞了半天 不是他沒有 柯文哲也都沒有 柯文哲當然沒有 因為陳其邁當時 他跟院長的關係 他本身是對公衛他是醫生 他真的已經運用到 所有可能的所謂的那個 這個叫做神經末梢的神經 對 全處理了 他把所有可能的資源 完全不按照法規了 就直接投入到 里長到整個 包括連這些西醫中醫的診所 他通通直接就投入進去了 所以他的那個部署的那個面 密度非常的緊密 可是在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柯平在幹什麼 他只靠連醫 他只靠連醫 不足以cover整個台北市的 每一個角落的醫療所的需求 而且他在基層醫療也沒有互動 那個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們現在 今天才發現問題的核心 是他根本在這邊束手無策 而且他完全就是交給黃珊珊處理 這才是核心問題 就是說柯文哲無能是經過我們事後 多年來檢驗的時候 他當時是兩手一攤 他根本沒有在做處理 他沒有在處理 即使他空有連醫的話 也沒有能力去做緊急的醫療措施 所以他當時 可是在新聞上來講的話 他搶了不少的新聞的 吵架 吵架 然後有很多推卸責任 因為當時我們就急著找源頭 找到誰 找到鄭文燦 找到鄭文燦去了 那這個已經是 連國內外都要密切注意 你這個事件的發展 對 包括阿公電 彭博社 全面在報導了 他對這個事情 他也置若網紅 那現在荒謬在哪裡呢 荒謬在陳志涵 現在回頭叫我們去 趕面 趕待他的恩德 知道不要臉的一批人 你知道嗎 他們今天是 我在台北住了幾十年了 我在台北是住了五六十年的台北人 我們台北是台灣唯一的一個 可以堪稱為世界的台北 我們可以跟人家 我們在談紐約的時候 怎麼談紐約 世界的紐約 美國紐約是世界的紐約 我們可以講說我們是世界的台北 我們是個世界的城市 結果我們出現了一個第一個 被收押境界的市長嘛 你看看這個多丟臉 臉就丟到哪外國去 全台灣最大這十年來 最大的政治上的衝擊 現在在國際的版面上是什麼 是我們的台北市長被收押境界 這才攀附 然後變成一個貼上歷史的指入柱上 這才是真正的可惡又可恨的地方 好 師妹 很多事情只要拉長來看 你才會看清楚當時的面貌 到底發生什麼 我們現在剛剛講到 你現在如果沒有發生金華城 我也不知道說你在搞金華城的時序 結果我們上禮拜 你把你搞金華城的時序 跟你整個疫情的時序 一搭上來 徐立信已經告訴你說 這很嚴重 阿公娘很嚴重 你有沒有處理 他完全沒處理 可是前後什麼 11天就告訴我這個黃女帽說 你趕快給我拜好 然後人家送了陳吉凱 你馬上就給我交拜 一到交發度委會 今天也就是有關於金華城的頂東 十萬里加千 看把全部馬上給我拜好 可是碰到疫情 人家跟他提醒的 他真的恍若未聞嗎 所以像小平說的 他全部推給黃莎莎 那黃莎莎什麼都不懂 然後就搞啥了 所以你現在這個陳志函 這個因為柯文哲被收押 在土城看守所 每一個人都有角色 黃柏昌辦客廳會 這個黃莎莎辦記者會 陳蔡壁如辦法會 你因為很寂寞 不知道要幹嘛 就拿著發文 然後一直寫 然後叫大家去想念柯文哲 在疫情的時候 到底做了什麼 我告訴你 你知道網友整理的超精采的 他說2021年4月的時候 萬華這個茶藝館 疫情大爆發 是4月的時候 那時候柯文哲在幹嘛 那時候柯文哲正幫金華城 在找專家學者開會 正在開第一次的都委會 要準備讓他准用都更條例 送給他20%的獎 接下來大家在打疫苗的時候 你知道高雄那時候 為了要充大量接種的時候 讓所有的人進去做好之後 一互動 讓大家打的速度變得很快 對有沒有 然後柯文哲搞什麼 搞在每一個行政區 只能有一個大型的接種站 我們文山區設在哪裡 我們的文山區設在萬方高宮 高中上面所有的長輩要去打的時候 要先爬一個好漢坡 爬到上面才能夠打 有一些長輩 真慘 有一些長輩預約之後 到那裡去等 提早的半小時去等 還被柯文哲罵 罵說你那麼早來幹嘛 我有叫你那麼早來嗎 昏倒活該 柯文哲那時候罵的 後來到了大型接種 第二季的大型接種 你知道全台灣各個地方 都大量的在設接種站來打 我們只設在哪裡 我們只設在花博 十月份的時候 居然有一天 花博預約的人有1.3萬人 有一個婦人居然從早上等到下午 等到昏倒 等到大雨淋濕 總1.3萬人 對 這個是台北市 我在大太平洋裡下去排隊 每個人非常的辛苦 可是我看到高雄 每個人坐在體育館裡面有冷氣勢 而且我告訴你 你行動不方便 高雄市政府還派車子 去把你接到接種站去打 結果台北市的長輩 自己要千辛萬苦到接種站 還要在那邊排隊 太早到我們的發言的 我們的市長還會罵你說 你那麼早來幹嘛 我有叫你那麼早來嗎 準時來就好啦 我告訴你 所以陳志漢現在要求大家去回想 不想不生氣 越想越生氣 你當時惡搞我的時候 我多慘啊 當全台灣都在好好的打疫苗的時候 我在台北身為首都 資源最多的地方 我居然要看台北市政府市長的臉色 要看陳志漢的臉色 我才能夠去打疫苗 大家會不會生氣 當然生氣 當然分開啊 所以我要說啊 陳志涵你領20萬 你根本就是柯文哲的豬隊友 你不把這些事情講出來 大家都還已經忘記 你把它講出來之後 大家就想說 我那時候真的打疫苗 打得超痛苦 打得超辛苦 甚至還千里挑挑 跑到其他縣市去打 還沒得打 是還沒得打 還要跑到其他縣市去打 結果一對比 白白都是市民 柯文哲不是說財團也是市民嗎 那一樣都是市民 為什麼差別待遇 你對於沈慶晶的 金華城要龍基的時候 你可以要求黃錦翰 黃錦茂 11天內 就要把金華城的龍基 送到都委會去做討論 我所有的長輩 我只要要求一個地方 讓我好好的打疫苗 柯文哲覺得這樣太浪費 我覺得是真的 對所有的台北市民來講 真的情何以堪 所以那個啊 吳董做的民調啊 真的就是貼近台北市 台北市所有的市民 對於柯文哲在台北市 做了8年 但是淋虐了台北市民 8年這件事情 都非常憤怒 但相對於 他對於財團 現在包含金華城 包含北市科 都是在疫情期間 卻可以受到柯文哲 這麼特別的對待 台北市民更憤怒 為什麼現在 大家對柯文哲的憤怒 沒有因為算已經收壓禁見了 而且有降低 現在如果你真的 再回去看到 柯文哲在當台北市長 這一段時間裡面 整個台北市 或者整個台灣 對他的不屑 對他的憤怒 是一直在累加當中 剛剛講的是 在疫情期間 我們只想說 你當時呢 你幹嘛 整個台北疫情爆發的時候 你沒有好好的去面對 台北市的疫情 你沒有辦法好好處理 你甚至把所有的責任 或者所有的工作 交給了黃三三 你只是做政治考量 做政治考量 你只想找你的接班人 結果你自己每天 無所事 根本不知道在幹什麼 可是現在更清楚的是 原來大家都已經警告你了 原來在4月之前 就應該說 這個時候 全國的酒店跟舞廳 要小心 要開始去停止營業 當時我們看到 侯委員會講 這個八道行業 要這個停止 甚至該封城就封城 柯文哲只會做一件事情 他就開始嘲笑別人 又嘲笑東 又嘲笑西 封城 那你告訴我怎麼封 封城難道要跑 跑找軍隊嗎 結果搞了半天 他發現不對的時候 要說封城的是誰 是他 所以要趕快把八道行業的人 要停的誰 也是他 因為什麼 都來不及了 本來告訴你 現在就是一句英文話 I told you 為什麼 當全台灣所有人 從2020年一路到2021年 一直不停的跟柯文哲 I told you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但請問柯文哲有沒有聽進去 都沒有 完全自私不理 他只會用他那張嘴 反過頭來跟你冷嘲熱風 他只聽到沈青青的聲音 他只聽到星光金的聲音 寶輝哥 不是他只聽到什麼聲音 你知道嗎 超票的聲音 對他只聽到這種聲音 你看到2020年4月10號那時候 早就已經有許利欣 但我各位 我再加碼講一件事情 2020年不只是許利欣 有去提醒台北市政府 在5月份的時候 你知道民眾做了什麼事嗎 什麼事 直接曾請檢舉到衛生局 說萬華的茶藝館 萬華的阿公店 太危險了 請衛生局立刻進行機查 立刻進行處事 因為在那些阿公店附近 你知道有什麼嗎 有醫院 所以他有一個條例 如果是在醫院 100公尺範圍內附近的話 事實上那個職業是要嚴格管控的 不能說弄就弄 結果你知道柯文哲跟台北市政府 跟我們現在才知道的 組長黃珊珊說什麼嗎 說如果他有問題 我們會再去機查福島 連查都沒查 就沒了 就沒了 就不了了之了 民眾陳情 藝人陳情 你都不聽 結果到了隔年 職業大爆炸 而且你看 2021年那時候 4月9號到5月12號 中央政府已經下令說 全國的酒店 舞廳禁止營業 但你要知道 因為茶藝館他的營業型態 算是比較特殊的 但是到了5月14號 這時候是什麼 關鍵時刻 就我們節目 我們節目還講 說不對喔 侯友宜那時候說什麼 該封城就封城 我直接把八大行業 全部都給我勒令停止 你知道寶劉哥 柯文哲這時候幹嘛嗎 柯文哲說什麼 柯文哲說什麼 什麼要封城就封城了 開始玩笑 你要叫軍隊來嗎 又在家 完全講屁話 然後轉過頭 閃閃去處理 我去找小神了 馬上就去討處理人 搞這種事情 所以你看喔 包括瑞德哥那時候也有講 講說什麼 說不是阿 阿公店那邊大樓 全部都是群聚 而且很危險 就在廣州街夜市 武洲街那邊 台北市政府 要趕緊注意 那寶劉哥我請問一下 他都沒處理耶 完全什麼事都沒做 因為那時候他在幹嘛 他在變當位 他那時候幹嘛 他在唱歌 那時候他在幹嘛 他忙著跟黃珊珊想著 還有什麼財團 可以去接觸 所以造成什麼 造成台北市疫情的大破口 就是因為這樣子嘛 那陳世函怎麼敢說 還要大家回憶 去感念阿伯 對所以大家回憶起來 回憶起來的時候 發現不是眼淚 是什麼 全部都漢豬 你想想看 他說對啊我們記得 當時一堆長輩 七十八十歲 要嘛就是要爬山 爬著好漢坡 爬去打疫苗 要嘛就是要花博 我們講上萬人 全部大家頂著大賽亞 然後就叫柯文哲 對我們記得清清楚楚 你當時跟我們講說 預約制阿 你們什麼 煞了喔 那麼早來幹嘛 叫那些長輩說 你為什麼要那麼早來排隊 一萬人你怎麼能不排啊 開什麼玩笑 然後呢說什麼 台北市疫調 全台灣最差 台北市調度 包括人員都沒有辦法掌握 到處趴趴走 還有什麼醫護玩打 還有什麼包括我們講的 大型疫苗注射膳 根本沒有集市到位 還有我們講說什麼 原本你跟我們講說 不要疫調 結果後來又講疫調 大家都記得清清楚楚阿 而且他根本講說 你現在所有的安排 你全部都在二整老人嘛 文山區打AZ 還要千里條條 跑到北邊 我是文山區 可是我要去哪裡打疫苗 跑到華博打疫苗 對沒有錯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想到這個畫面 來喔 2021年6月4號就是這個 預約制喔 各位有預約喔 柯文哲怎麼奚落他們的 嘴巴又來了說 看什麼玩笑 預約制那麼早來派隊幹嘛 笑死人了 還笑這些老人嘛 結果你看喔 這些長輩 寶貝哥你有沒有仔細出來的現象 有人坐輪椅 對 然後旁邊還有看護耶 所以他們身體狀況很不好 他們就擔心自己的那個 我們講的健康安危的問題 那因為打不到疫苗 所以當然有機會 全部人都去花博啊 但花博 我們大家有去過都知道 幾乎都是半開放式的戶外空間 所以就在那邊 每個人都大顆課 小顆課 我們當時還特別介紹 以色列的方式 以色列的方式是他們也 像我們的健保卡一樣的東西 你輸入你的健保卡 你是幾點幾分 在什麼位置 在哪一排 去打疫苗 清清楚楚 你台北市有嗎 你台北市都沒有啊 對 那時候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時候大家早就叫柯文哲說 嗨啊 你應該要早點射什麼 大型的疫苗注射 結果那時候 柯文哲你知道他回什麼嗎 他沒錯 他回說 啊疫苗還沒有到 我射這麼多幹嘛 欸不是啊 人家不是說不是其次不來 而是什麼 事無由以待之 你應該提前先把這些準備好 準備好啊 對而且大家我跟你講 他連自己跟都自己可以吵架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大家 自己跟自己吵架 對大家不是一直講說要疫苗嗎 就是柯文哲你看到第一時間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穿同疫苗啊 不切實際啊 你便利那麼多 啊疫苗這要幹嘛 結果把柯文哲你看到 時過境遷 隔了一陣子到六月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要啦 我們現在從新開始要進行疫苗 我們叫這個什麼 冷包圍圈 熱包圍圈 開始在發明名詞 然後不好意思講疫苗 因為太丟臉了 對於自己打臉自己 我覺得他在講很多事情的時候 好像完全都事不關緊 講到士林友長照醫院出現了 嚴重群聚感染的時候 他覺得很多人都在檢伏期啊 如果因為快三沒有揪出來啊 再傳染給護理人員啊 最後就傳給一個我票啊 就這麼簡單 但你不是欸 你不是醫生欸 你也不是旁觀者欸 你也不是名嘴欸 你是台北市長欸 你要解決問題 怎麼講的雲帶風景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真的就跟他沒關係 跟他沒有關係 因為黃山山在處理的啊 他唯一有跟他有關係 你知道是誰嗎 就沈進青 還有星光集團 你看他那時候講得多過分 他說人家叫他提前設 已經又來了 I told you 善意勸導你 他說我地域學專業人士 溫姐啊 可不可以我很清楚啦 你少來給我這一套啦 然後跟他講說 哎呀你這個東西 為什麼長照機構發生 那麼大的群聚 他跟你講說哎呀這些人 一狗票 傳給一狗票 大家是人命觀天 那個時候每天都有人在上面 結果你跟我講一狗票 好小平 該講誰 你現在講我才知道說 那當時全部都交給黃山山 那你交給黃山 能夠處理你就好了 你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當時完全荒腔走敗 而且完全講錯話 全部交給黃山山 而且黃山山在兩個地方 是最支持他 一個是理辦 領長 就是所謂的民政系統 一個是五十幾個市場 他真的跟他感情 是如交四七 你交給黃山山 黃山山怎麼處理 黃山山不是這一行的嘛 而且他 一個他跟財團談事情 他的時間都放在財團身上 第二個你交給黃山山 有壞心眼 讓黃山山2021 11月23好選舉 對 你今天防疫跟選舉是兩件事嘛 對 然後同時呢 在所有的建議 難怪說原來第一時間的時候 他不是交給醫護人員打疫苗 他是交給市場跟里長打疫苗 是這樣子 然後里長先打等等 總之他整個配套是黃牆走板 然後中央 那時候跟陳時中別瞄頭 那時候陳時中民調九十幾% 你知不記得 那私下跟人家酸 哎呦我跟陳時中 憑什麼這樣子 我比他厲害多了 在人前人後 跟人家講這些話 就是他酸葡萄 他嫉妒他 所以他講什麼 我叫吐你 他說他敲不起陳時中 哎呦我跟妳講 我多厲害 我是台大的教授 他是牙醫 他說陳時中牙醫 在公館裡面開業 他這麼傲慢 陳時中是台北醫學院 他是台大 他就是酸葡萄就很恨陳時中 誰孔雀開屏嘛 誰比他紅他就恨誰 所以中央很多事情跟他講 他就不做 中央也有跟他講 那個時候 而且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趕快弄快賽戰 什麼大型的都要弄 他就不弄 當時真的有人提醒 甚至有人直接寫信給這個 所謂的台北市政府 然後就提醒說 這個東西很危險 阿公倆會爆 他完全不在乎 所以就是當時所有的訊息 有沒有人提醒 都有提醒 所有的訊息有沒有進去 有進去 沒有再聽 柯文哲都沒有再聽 廣州就是那一塊 我的選區嘛 結果叫 後來不是爆發了嗎 那徐立新講 他也不聽 我講他也不聽 我們要什麼資源 全部都沒有束手無策 結果怎麼樣 他叫警察局 把萬華副事長叫來 事情鬧很大 後來 慢延開 他說來 交出名單 負責人找出來 負責人找出來 就是那個店的500個店 所以你說柯文 只找了23個人 他每次都是火燒屁股 才解決問題 如果是這樣子 他只找了23個 那其他400多個 全部是黑壺 對 他們要不要火 要火吧 也找不到負責人 也找不到那些妹的頭 都找不到 就跑到全國就跑 全國蔓延開 他心思真的不在我們那邊 然後里長 今天我就去問你 我上禮節目我就問里長 清山里長 我就聊一下 我說里長 當初你們一直反應 有沒有反應 他說有啦 他說我跟你講 藍世聰也沒辦法解決 衛生局長沒辦法解決 都沒辦法 那我說 那時候突然看到 巨馬全部進入 無洲街跟廣播街口 剛剛那個 宇軒也講了 你知道那邊有個什麼醫院 人際醫院 他要把人際醫院 當成那個快篩站 然後全體那邊全部抗議 後來搞到剝皮了 總之 從基層的里長 中層的議員 那高層的中央 通通他都不管 好 宇軒 你如果看到 你現在事情做不好 你非常傲慢 傲慢就算了 你每次就虧人家 然後就嘲笑人家 嘲笑人家事情不行了 你開著火燒屁股 你才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你就算了 他嘴巴還很爛 爛嘴巴 對吧 那時候你看他講說什麼 他說 我們講寬南市場 各位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群聚爆發 他們根本就完全沒有辦法管控 而且黃珊珍跟柯文哲 兩個人的束手無策 結果 柯文哲說 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流動率很高 然後關門打狗散訴 不是啦 你已經會受夠了勒 你已經這邊疫情 我們就那邊講了 他說原本二十幾個對不對 柯文哲你知道嗎 一個禮拜過去變幾個 變四五十個病例了 然後他說 我把門關起來 黃珊珊以你疫情 我來鼓一句 那時候根本就 你這樣已經跟他報給他 跟不處理才蔓延開的 北農跟 那個那個 不處理的 不處理太慢了啦 對然後他現在跟你說 我關門打狗 我關門打狗 怎麼會有這種人 然後你看再來喔 這個東西你看 整個里長氣炸了 就我們剛才講的 事情都已經火燒屁股了 才要開始在找衛生紙 包括連講 虎林專案的時候 大家講說虎林街 附近是 也有確診 對爆一堆確診嘛對不對 結果他幹嘛 他說我們要呼一個主林專案 我們開始又來了喔 法律哥 跟剛才講的一模一樣 趕快啊 這個車子趕快照給我 名車照給我 結果他們找之後 機人說 開什麼玩笑啊 你要我現在快摘 對不對 你現在要我補塞 你之前說不補塞 現在要 然後馬上要我把名車照出來 我怎麼可能照到嗎 然後你看喔 柯文哲甚至還在講風涼話說 沒有啦 市場會這樣 沒辦法 因為有跟教科書不一樣 你知道嗎 市場就是台灣最主要的感染源 他講的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我還以為他住在我旁邊 你評論人是不是啊 你要處理啊 你還跟我講說什麼 唉呀對啦 跟教科書不一樣啊 講這些東西 所以柯文哲在這一段期間 他只把這個疫情當作什麼 當作跟陳時中之間 互相互槓跟中央互槓 一個疫情工房的政治工具 他心裡面 從頭到尾沒有認真去想這件事情 所以才會連什麼 最後講一點 原本那個時候是講說不對 你應該是要先怎麼樣 先用快篩 快篩之後呢再用PCR 那PCR之後把這個三個步驟 最後在幹嘛 打疫苗 就你知道柯文哲自己發明喔 自己想像 他說我台大醫學人 我最懂你阿姨不懂 他說我先打快篩一次對不對 然後就讓你去打疫苗了 打完疫苗之後才PCR 所以最後面 什麼東西都檢測不出來 一堆人一直看他講說 柯文哲要普查 要快篩 到柯文哲理都不理 因為當時為什麼會群心激怨 是因為我們當時爆發的時候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趕快的快篩 我們需要PCR 我們不需要疫苗 結果什麼都沒有 大家憤怒就出來 然後台大醫生容忍 讓柯文哲去罵 可是不對阿 你現在回過頭來 雲這個時間過去了 才發現他什麼都沒做 他什麼都推給別人 然後呢 他只會把事情搞砸 更可怕的是 他忙著跟財團在互動 是 而且那時候 只要是中央叫他做的 他就硬不做 比如說那一年五月的時候 北農是不是發生群聚 對 開始有案例出來的時候 中央王必勝到了北農去視察之後 說全部北農應該全部要做PCR 對 他們怎麼做 不要 我快篩就好了 我就快篩就好了 然後我打快篩之後呢 我開篩做完之後 送大家去打疫苗 還群聚 把大家全部 這個關在一台車子裡面 全部送去 結果有被感染的 沒被感染的 全部都被感染的 弄了亂七八糟 然後那時候從五月 一直從北農 然後就一直延燒 一直延燒 後來延燒到環南市場 本來只有在北農 因為他的處理不當 所以讓北農延燒到環南市場 連續勤的市場 家禽的市場 也全部都感染了 還講發燒了 還說你也不管他 讓他繼續賣東西 那還得了 所以後來那時候變成是 中央到了北農 去成立了所有的PCR 有沒有 王必勝那時候帶了北農進去 那時候這個家禽市場的同仁 才跟我講說 看到王必勝 大家終於安心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本來自己沒有被感染的 被柯文哲這樣硬搞下去 全部都感染了 所以你說你現在回過頭 我現在回過頭來看 我真的覺得有兩個人非常重要 一個人就是陳其邁 在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這個所謂的料敵機先 先處理了最機器的部分 還有我剛剛講 當時的經濟部長 很快的我們就剛剛講 該買機器的趕快去 把口罩趕快弄上來 後來我覺得王必勝 當然他壞發生一次 可是當時在打仗的時候 所有的硬仗 真的是王必勝打的 我們真的要去給他一些肯定 另外我覺得羅一鈞做得也很好 可是其他人 他都甚至亂七八糟 所以你看嘛 王必勝對於北農這個事情 到了現場去視察之後 你知道台北市做什麼嗎 台北市就說 你們怎麼可以去 沒有通知我們 你又在找我麻煩的 所以你知道嗎 黃珊珊居然在那一年 六月的時候突然就講說 有一個消息出來就是說 陳時中打電話給黃珊珊 結果黃珊珊不接 黃珊珊居然還講說 我接有什麼用 我接你電話有什麼用 所以你看看嘛 那當大家都在防疫的時候 柯文哲跟黃珊珊在幹嘛 在搞政治嘛 全部在搞政治嘛 我中央越要你做的事情 你越不做 所以在北農剛開始的時候 做PCR 他不要做PCR 他要做快篩 後來整個疫情 在2022年的時候 大爆發的時候 PCR來不及了 要做快篩了 他說不要 我要做PCR 所以全部都是為反對而反對嘛 但這件事情 對整個防疫有幫助嗎 沒有幫助 而在防疫上面 他們在跟中央作對 而在對財團的部分 是沈慶珊要五毛他給一塊 沈慶珊說趕快幫我送 然後他就跟黃瑾茂說要11天 然後沈慶珊說我要保障12萬平方公尺樓地板 然後柯文哲就送給他20%的容積獎勵 準用都更 沈慶珊說我10月19號看好要動土了 柯文哲10月18號就送給他建造 為什麼柯文哲對財團卻是這麼的特別 對一般的市井小民卻是這麼的刻薄 不是 我們常常講 不是一家人不是一家門 龍交龍鳳交鳳 其實他講的你不同的等級 你柯文哲你的交往的對象不一樣 柯文哲你好歹也是首善之區 你是個首都市首長 首都市長照一講你都知道 跟台灣最拿得出來最大的財團互動 就搞了半天他跟誰互動 跟沈慶珊互動 搞了半天跟誰互動 跟這個星光的這個吳東京互動 然後那沈慶珊更不開了 沈慶珊之前不是講嗎 欠了60億 60億裡面有20億 是跟林炳文借的 結果這是什麼 這是他跟林炳文借的借據 20億 對 還有他跟律師的這個 後面還有跟律師的文件 這個就是林炳文他們的同事 提供給我們製作單位的 等一下我第一次看到借條 這麼正式 還有正式借款憑證 根據第52004號法律順利 這是澳門寫的 對 澳門是這樣子 他是賭錢賭完之後 馬上就是簽單就過來簽字 那簽字 當天結算完了以後 如果輸掉的話 他就會給你簽一個正式的這個借條 所以就是這個就是 他後面有框一個所謂的林炳文的意思 因為林炳文也要跟他們的總帳來對帳 你知道嗎 所以他有 那總帳誰批的 林董批的 志哥批的 對啊 所以你就知道 那這個後面是誰呢 後面他們就是太陽城集團 那當時太陽城集團的規模 有將近1000億港幣 1000億人民幣 非常大的規模 而且他這一筆 借500萬 借393萬 借300萬 500萬 200萬 190萬 非常清楚地羅列下來 對 然後林炳文有跟我講過一句 他很幹的事情就是說 他說這個沈董當時贏了很多錢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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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走了 那輸的借條 所以我要跟你解釋說 他們當時輸贏是上百億的 上百億 台幣算是上百億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今天在談什麼 什麼600萬 什麼 他1500萬 那都是小兒科 所以光是這些單據你就知道 這個就是 所以沈基金賭這麼兇 這個累積很大 當時那個 因為他們所謂的貴賓廳的賭博 那貴賓廳的賭博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對賭廳的算賬 那賭廳的算賬 看起來一天可能是一萬兩萬 或是十萬二十萬 但是實際上他有所謂的澳賽 他有這個廠外 廠外有加註的話 就成十倍二十倍的 所以他這個看起來 今天輸的是十萬 其實二十倍下去 兩百萬三百萬 對 那是港幣啊 不是開玩笑的 非常大 所以他最後只欠他二十億台幣 那是最後的林品文跟他之間 大約二十億台幣 對 所以他們的保 給我們製作單位看到 原始的這個憑證是長什麼樣子啊 那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在哪裡呢 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有訴訟嘛 可是沈慶晶現在目前名下沒有資產 對 沈慶晶所有的這個抵月公司啊 所以中石化啦 還有中工啊 名字不是他的 中工都不是他的名字 他扯到最後就是所謂的海外境外公司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所以沈慶晶在台灣的名下 是沒有資產的 那這一次檢調有查出來 將近有九億多的公關費領走了嘛 那領走的話 他絕對也不會放到他的名下 所以領走之後這個九 他的九億 所以我們可以比對一下 沈慶晶的熟面是非常大的 他一搞 當時在這個高光時刻在賭場裡面 似乎是百億的進出了 那時候八九億台幣 然後送給這個柯文哲 再來講的話 其實是九牛也好